我们来录网站的更新 更新这一个 我们Github把编任网站fork回来之后 我们要如何更新 如何更新 一层的网站这边写得很好 那我们就照着做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更新 点击new pool 这一个 到我们自己的专案 然后点击 pool这一个 pool request 所以你看一下 点击pool request new 所以点了这一个 然后再点new pool request 它就跑出这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我们接下来往下做 接下来请转转跳到从左边这边开始选 所以我们从什么 左边这边开始选 跳回 它在这边写 切换成你的 从左边本来是原始的 那切换成你的 这第一个 这第一个动作 然后要按下这一个 好 它就切换 然后 接下来要试定这按下这一个 Compare 变成密 然后再怎么样 换右边这一个 切换之后换右边这个 切换后换右边这个 切换为你的分支 当你一切换违约来这个时候,就看到它有没有更新过 那这是我昨天才更新过的项目,那你就可以按什么? 建立,Pour Request,把它建立下去 它这边要你写抬头跟那个,写一些,那你可以简单写 不然你就直接按下,建立也可以 它只有给你按,就把它按下去 它就已经帮你做完了 这样就已经帮你更新完了 更新完了以后呢,你怎么知道你的那个,有没有 你可以从再回到你自己的code那边去看 这边看它已经写它做完了 然后,这边做完了,就直接建立Pour Request 做完了 请求合并 最后有吗? 这边也可以 Comment 你可以简单填就好 点Update 这边 这边 直接填这一个 把它合并 看放 再更新一次 这就是我最近更新的 好,这样子你的网站也就同时更新了 更新完你可以回你的code这边看一下 是不是有 一样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增加的什么节目 那这样网站就已经更新了 谢谢 谢谢 谢谢